自負點評 來到自負點評的環節 電話旁邊接通了志義東方證券行政總裁 論常念,論大師 論大師,早安 你好,早安 一齊看看內地煤改氣不斷擴大 相信煤改氣計量的儀表需求都會增加 商家股份,有沒有哪些可以留意? 今天就要介紹一隻蒼藍儀表 他就是做那些煤氣量度的儀表 我們每個家都有一個煤氣公司的儀表 這些消費者用的儀表是超便宜的 他們出創價都是100元人民幣一隻 他們就不做這麼便宜的東西 他們做那些大型一點的 由幾千元到幾十萬元的儀表 那些儀表是工業用途的 最起碼就是一間餐館 大一些的就是玻璃廠、工廠那些 那些就賣到幾十萬元一部 那些毛利就可以高到50%以上 那如果你再看 他還有他今年再擴展一個生意 就做到核發電機 那個發電廠、涼水的儀表 那些就超巨型的儀表 那一台那些機 就是十幾噸 賣到幾十萬到幾百萬一台 那因為他這些就需要很高的精密度 那他都是買一些德國和日本機來做 那如果那些煤氣錶呢 就要做最少做 可以用到保證用十年 那如果是核電廠的儀表呢 是要保證用六十年的 所以他毛利相當高 你如果看他去年賺多少錢呢 就兩億二人民幣 但是他市值呢 先得2.68億元 那就是說呢 那他的市盈率呢 就是一倍 那他今年上半年呢 盈利就跌了的 主要原因呢 就是上市費用那裡幾千萬 那如果不算上市費用 其實就跟去年持平的 那因為玫瑰氣呢 他的生意現在就一直有上升的 那所以呢 那現在這個這麼低的價格呢 其實很值得買 那雖然呢 就是最近這個月 他都由12元升到15元 但是現在呢 都仍然是很便宜 那建議投資者呢 用15元買 就目標價看20元 只剩12元 嗯 是啊 那都可以留意那個 部署的策略啦 見到呢 蒼藍儀表來說 現在做的是15元兩仙的 升了是0.8%左右 去到這個水平 那麽都可以留意回 那麟大師剛才說的那個 目標價位去到哪裏了 那麽勞勞勞勞大師呢 那麽詳盡的分析的 提及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好啦 勞勞勞勞大師 剛才呢 嘉賓所說的呢 只是個人意見 並不是任何投資建議 或者是推介 做相關投資的時候 請小心留意風險啦 阿們 那麽 努力 那麽